陶老師不但是善用腦 也善用雙手 他勤於幫孩子想問題 也帶著孩子用雙手來找解答 我們現在眼前看到這裡一部 又是一輛魔法車 跟剛才那兩輛用紅外線 用影子來控制 乍看好像一樣 可是其實完全不一樣對不對 不一樣 老師您介紹一下 不一樣地方是這邊 這個是麥克風聲音的感測 這有一個定時器 聲音的感測 對 這個這個地方是麥克風 我們用的麥克風裡面 你每樣都是可以拆下來 直接裝上去的 其實這輛車 就是老師剛剛組的 這個拍拍掃 他就會動 這個聲音的感測 因為他聲音 剛才那個麥克風 接收到的聲音 那我拍一下 要低音 這樣 真的 他就走了 他一亮燈表示他感應到了 對 老師他還可以怎麼樣變化嗎 我現在把電路改一下 把電路改一下 就有不同的變化 只要改個電路 他就會變成不一樣的魔法車 剛才是音控的 拍拍掃他會轉彎 剛才是音控會動 現在是音控會轉彎 讓學生去發揮他的創意 還可以變出更多的功能 所以我請問一下 你有這麼多的教具 教材 到底怎麼發想出來的 在坐這個車子之前呢 我那時候的有點子 用玩具給學生做實驗 我還買了各種各樣有吊車 有挖土車 有一大堆的玩具 因為那個時候我在思考 怎麼用玩具給學生做實驗 後來最後覺得還是玩具車好玩 學生還是喜歡玩具車 所以我就開始就用玩具車 然後一個好的教具 應該是讓學生能夠去靈活去變化 而不是照一定的程序 得到一定的怎麼樣的結果 所以我就設計了就很活 學生可以去 剛剛也看到了 他自己去改變 甚至也可以改一下電路 變成拍拍手會後退 或者改一下電路 剛剛是左轉 怎麼改變 讓他拍拍手變右轉 是 那也可以把紅外線 跟拍拍手一起加上去 紅外線偵測到有物體會停住 拍拍手他又會動 又會怎麼樣 就是千變萬化 所以我在設計教具很重要 就是每個學生都能夠動手 然後讓學生有思考想像的空間 是 老師你還要想辦法 因為你的教學的對象不一樣 可能是大學生 可能中學生 可能小學生 也可能是都市裡的學生 或者是在偏遠山上的學生 你一定要去想辦法把它轉換成 他們聽得懂的語言 才能夠接受啊 你怎麼做 譬如說我在教歐姆定律 叫電阻的病聯串聯 我這是用水的流動來講 水的流動 因為電在流動中 如果加了一個電阻 電流就會變小 為什麼 就好像水在水管裡面流動 如果中間的水管變細了 是 是不是水流就變小了 中間一段水管把它變細 水流就變小了 那加上一個電阻 是不是就好像中間加了一段很細的水管 所以學生只要生活中有體驗 他就可以懂得我講的這些電流 還有兩個電阻並聯在一起 為什麼電阻會變小 為什麼燈會比較亮 很簡單 我們在國中 在高中學的是數學公式 所以我們永遠學不好的東西 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我在教小朋友 我可以讓他懂 為什麼 我都是這樣講 一條河流有一個橋 車子過這個橋塞車了 在這個橋旁邊並聯第二個橋以後 是不是可以過的車子就更多了 兩個電阻並在一起 就好像是兩個橋 是可以過的電流就更多了 我突然懂了 原來電阻是這個意思 是的 這麼簡單 我用生活中的體驗 來讓學生了解這些電流的 所以體驗很重要 學生小孩子小時候 讓他去玩去體驗各種東西 要動手要去實驗 那老師請教您 他從小懂得了什麼叫做電阻 電流電容等等 跟他完全不懂 在未來的生活當中 有哪些影響 當然他可能將來走理工的路線 一定會有用到 雖然是他沒有走理工的路線 他生活中很多地方都會 都會 譬如說車子沒電了 電池萬一電瓶 忘了關燈沒電了 別的車子過來要充電 那充電那個電線是太細的話 那電可能流不過來 很多人有這種經驗 電線要粗一點 是不是我們在這實驗中就有做到 那個電阻的不同 會造成電流的大小 就是歐姆地律 水管越粗 水流就越大 是 你看得到你電線越粗 電流就越大 那還有生活中很多的紅外線的偵測 這到處都很多地方都有用到 你說那個燈光 燈光自動會亮 也是用紅外線來偵測人有沒有靠近 遙控器按下去電視啟動 也是紅外線的這個 小朋友有生活中的一些這種基本的科技 或他遇到很多狀況 他會會思考 會知道將來他知道怎麼 原因在哪裡 為什麼都電器會壞掉 是 其實不僅是壞掉 然後知道 也許知道怎麼修 或知道原因而已 更重要的是不會發生危險 因為有時候錯誤的運用 其實會造成生命的危險都有 對 甚至現在你看 很多的食安的事件 食品的安全 還有一些工業的安全 生物中很多事情 其實我們的科學 科普的知識其實很重要 但很可惜我們在中小學學校 是應付考試 背公式解題目 那其實生活很多的科技原理 不需要那麼高深的數學 我們用一些簡單的方法 用動手 其實可以學到很多 讓一般的人都能夠了解這種 這種科普 科學的 其實是很容易的 是 但老師 您在做這麼多的事情的過程當中 一定有很多的挫折吧 當然也一定有很多的收穫吧 可不可以談一下 其實每一個挫折就是一個收穫 說得真好 其實是沒有挫折 我回想起來 我為什麼 完全不會開發產品 完全沒有經驗 我願意去做 把一個產品從觀念 從想法 最後變成一個產品 我願意去嘗試中間的失敗 我覺得只有這樣 我才能學到東西 我才能夠教我的學生 他們將來在社會上要開發產品 要設計東西 要怎麼做 所以我一路上在開發過程中 確實是遭遇到很多的失敗 很多的 犯了很多錯 但是我不認為那個是挫折 那個是必然的 那讓我學會了很多 那我的收穫呢 這十幾年來 我跟產商 產業界的接觸 認識很多工廠的 我委託他們幫我代工 認證說工廠的老闆 工廠的這些工程師 從跟他們聊的 接觸的過程中 我學到很多 他們都很可愛 台灣的產業界 那些包括山人 我覺得 尤其是中小企業 都很誠信 都很熱忱 但是很可惜就是說 他們少了一個創造發明的 創新的一些產品 如果我們能夠多創造發明 讓他們來生產 我們台灣可以更厲害 真的是這樣子 您剛剛說得真好 每一個挫折就是一個收穫 那我收穫還有很多 還有我認識的很多老師 就是很有熱 很熱忱的 全省各地 很熱忱的老師 還有一些安清班 科學教師的老師 他們的對推展科學教育很有熱忱 如果他們要賺錢 他們去開升學補習班 更賺錢 但是他們願意做很困難的科學教育 我很佩服他們 也常常跟他們交換一些心得 提供我的教材給他們教 然後所以我的收穫很多 要學懂這些科學的原理 當然需要一些教材 老師才能夠邊拿著教材邊說 您知道曹老師 他到哪裡去找教材嗎 答案是資源回收廠 稍後回來請他告訴您 小的實驗零件什麼的 情緒越來越少 那我想怎麼辦呢 我就到資源回收廠 這是資源回收廠的 收集到的關鐵機 把它的原理 它的齒輪這些機構 畫在上面 小學生他會很好奇 會了解問這些齒輪東西 那高中生大學生 就可以講一些 這個雷射讀寫頭啊 這些關鐵的原理啊